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月18日,星期四 今天最低氣溫19度,最高23度 無分時間有陽光,吹輕微致和煙的偏東風 唉,今天的新聞傻傻傻 有個葵聰護士 無端端3度毆打病人,當場被捕的 什麼事啊? 嘩,為什麼會這麼暴力呢? 另外,有個內地女子 在金子晶廣場趁香港男朋友走開時,去跳海 三個哥哥仔 健耳勇為,跳海救人 幸好沒什麼意外發生 否則是幾條人命 你知道跌落水的人會亂捕的 這真的要小心一點 接下來應該首發寒冷警告 有些地方香港有五度 有些地方,涼得冰冰 很嚴重 香港… 不是,你看著就這樣 涼得有多嚴重? 知道死亡率是激增的嗎? 不知道嗎? 不知道是要多看一些新聞 每跌一度 死亡率會高2% 現在香港十多二十度 有些位置跌了幾度 死亡率是激增的 每1度2%,10度就20多% 這麼嚴重的事情,你當沒什麼 香港人 很多新聞要跟大家跟進 詳細新聞內容 香港現在說 海外二萬五千零六 不是,二千五百零六萬人 真是複雜 二千多萬人去了日本 香港排全世界第四 湧入日本 原來最多是南韓旅客 就得了知字 但我告訴你 這個不算厲害 如果說排名 原來香港移居指數 其實它之前跌到九十多 是的,跌到九十多 現在升到七十多 已經升了 聰明了 日本的東京 原來這麼多的天災 加上近來也有少少人禍 竟然是全世界第二 日本東京 真是看不出來 但香港問題就相當嚴重 19年的時候就低了 2022年的時候更加因為封關 又要吃飯 又要怎樣才給入 香港跌到九十多 我不聽我真的不知道 這是一個海外的評分 現在七十多 已經升了 厲害了 但日本是二 一、二、二 在亞洲區差多遠 看看香港接下來 扔膠袋 扔膠袋 有另一件事發生 政府 現在打算全香港撞到二千個鏡頭 在人流和風險高的地方優先裝鏡頭 區區有天眼 這個 未必是最大的問題 還有 現在每一棟公屋都裝天眼 每一層都裝天眼 你知有些官員很聰明 在想事情 OK仔接下來做的專題 說什麼 垃圾扔了之後 我們的工作人員就會逐個垃圾拿出來看 如果看到有違規的就罰他 上網 上網昨天有人評論這個說法 我不知道他什麼職位 那個人說 有人黏了線 扔完垃圾 扔在綠色的大 上車的垃圾桶裡 然後說我們的工人會逐個拿出來看 看看誰是違規的問題 這樣 可能還未住了公屋 說這些話的人 垃圾的量 難怪我看到之前的醫管局護士 醫生叫局長 你來做 是這樣的 但是他現在除了區區有天眼之外 接下來可能連公屋都有天眼 所以說 要做的事情 始終都是會做的 不過轉個時間 轉個方法 在規矩上再加規矩 那就做得 因為要守規矩 現在才放這個規矩 這樣 一早來 你知道現在香港的股市多厲害 五萬一千多點 一定有人說我說錯了 當然要說錯了 有些事情不要說對 可能接下來股市還可以摸底 我對香港有信心 我才說摸底 我覺得如果再跌下去 他可以上 有機會像以前那樣 發達了 這是信心的表現 但是不知道跌到什麼時候 還有想不想 就真的要看看他的做法 那些人要 有些信心對香港 怎麼放些錢去投資 你看到那些天眼 那些移居 移居是九十幾位 上到七十幾位 就有進步了 是否好呢 另外天眼那些 你說看過 香港安全得這麼厲害 絕對是值得投資的城市 五萬一千多點 只是可待 另外說一下食安的問題 香港有種水果 真的要小心 是非常嚴重的農藥 我經常看到也叫人不要吃 八種的士多啤梨 農藥超標 在日本的紅本 福江的內良出產也有份 日本的士多啤梨 很漂亮 為什麼那些農藥超標 都這麼嚴重呢 它的面子 粒粒粒粒有洞 你怎麼洗呢 你自己擠暗瘡也知道 你要怎麼滑乾淨的洞 裡面那些東西 它多少個洞 那些士多啤梨 當然是嚴重的 那些人要浸著水 沖著它怎麼洗 是比較安全的 吃農藥 不要緊啦 農藥你也... 對 不是不要緊 一來貴就少吃 二來就洗乾淨一點 對 盡量少吃就可以了 量也不會很多 殘留農藥而已 另外真的有trend 接二連三 昨天有個嬰兒子 嬰兒子 嬰兒子 過世 今天又說有個十一個月大的男嬰 喝奶的時候 逐死了 對 喝奶 就是 叫做 吞喉 哇 昏迷 落錯格 送院搶救無效不治 哇 嬰兒子十一個月大 真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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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陀佛 這麼小的小生命就搞定了 另外有腦有亂 九十幾歲的伯伯 跌倒 昏迷送院也是死亡 跌死 90歲 在觀塘 粵華街24號 一個單位就是這樣過世 所以老人家和小朋友都要特別照顧 在特別照顧的職位裡面 當然有護士分 他真的特別照顧 不然會三度嘔吐病人 過程曝光 當場被捕 然後保持緝默 葵中醫院護士三度嘔吐病人 右掌就刮左邊面 右拳就打他的身 還推他到牆壁 當場被捕 什麼事啊 護士 受雜者 22歲 哦 被打的那個 是22歲 還有嚴重精神發展 磁緩的病人 心智是小孩來的 精神發育磁緩 當自己是小孩子 施雜者 61歲的護士 工作時 三度襲擊病人 更將病人推牆 有醫生目擊過程 立刻報警 護士是被捕的 一度保持沉默 涉事的護士已被暫停所有職務 醫院表示對事件高度重視 隨即安排病人送到馬加利醫院急症室檢查 病人現在情況穩定 不知為何 很重手 醫生目擊經過護士工作時 大聲斥責這個病人 然後動手打他 嘩 發現 他右邊拳打病人 左邊面和上身角一次 然後再撞擊 被捕時保持沉默 不出聲 失控了 不知為何失控 對 可能覺得他 這麼大的人 但他本身有問題 有精神發育遲緩的問題 護士不會不知道 他在醫院每天見這麼多這些人 你說壓力大都不是打人的藉口 你說壓力大就是打人 人家有病進來壓力大又打你 難道這當然不對 醫生做得對的 拘捕他吧 覺得整個情況根本不合適 在旁邊看 見到這麼吵 看一看 動手動腳動手打人 你為何打人 立刻報警拘捕他 對的 不要姑息這種人 另外說大家注意生命 接下來冷風殺到 天文台越鼓越低 將預測 下條預測 市區下星期三 跌到單位數 很冷 接下來20日大寒 晚上有個冷風就到了 晚上 早上非常清涼 兩天溫差可以跌到11度 剛才說過每跌1度有2%增加死亡率 多了22%會死亡 有長期病患 呼吸度 年紀大 凍傷很嚴重 小朋友反而不用特別害怕 小朋友的心臟跳得快 比大人很多 不太怕冷 不過老人家經常說 冷啊 冷到你了 其實老人家自己覺得冷 心跳得慢 是的 那些年紀 如果有呼吸度疾病 哮喘 那些都很嚴重 最重要的 包著頸 最重要的 接下來冷到極寒 因為香港的 濕冷 濕熱濕冷都差 有些人問我 那些皮膚問題怎麼搞 香港沒得搞 香港馬來西亞是一樣的 我少回香港 我回到馬來西亞整個感覺 哇 很香港 他接近30度的時候 那些濕度蒸氣 蒸起來 好像很蒸 但是泰國很有趣 去到34、5度 只要陰的地方 沒有水蒸氣 陰的地方也是涼的 熱就比香港 但是沒有那種那麼辛苦 一冷一熱也是 那香港的水氣很厲害 濕冷也是很辛苦 手腳冰冷的 在香港 但是反而在日本 7、8度 都還是頂得順 那接下來 星期日 可能清晨15度 跑渣馬 那樣 很多人打大赤勒 那你又沒有熱身 分分鐘 很多人出事 每次都多人受傷意外 這些 還要加上 這些 你們香港人認為 是惡劣的天氣 極寒的天氣 打鼓嶺 會跌到只有5度 那接下來大件事 所以報紙都用很多篇幅 去叫大家 注意保暖 那個所謂的寒冷水平是致命的 或者會搜發寒冷警告 大家自己小心 另外再說 這宗新聞厲害 有料到 白警 涉毆打無家者 毀壞家當 繼續審案 上司出庭 他們是上司 不是不認識的 上司出庭 看CCTV 他說 他說 我認不出 打人的那些人是甚麼人 認不出私集者 那些警員的上司 有料 認得的都認不出 會不會找些不認識的 法官不認識的 法官認不認得到 還是CCTV真的太蒙 說 傳召被告上司高級督察作弓 庭上觀看閉路電視的片段 認不出 不知是誰 認不出片段中毀壞事主家當的是誰 認不出誰 是不是這班人 現場只有這班人 認不出可能有別人走進來 你不能狡辯 有別人走進來毀壞人的事 警察是要拘捕他們的 你是有責任拘捕他們的 我們當然看不到CCTV 但在邏輯上 你認不出一件事 是不是這班人 當時 你問警員 除了你們之外 有沒有其他人在現場 其實有沒有呢 沒有 沒有你們做的 有的 認不出你們 當時是誰做的 為何當時有人毀壞他人家當的時候 你們作為執法者 不去拘捕這個破壞的人 當時如果沒有其他人 那 是不是你們做的 是不是你們動手 這些其實很容易進去 不過他們作為上司 竟然看不到 說不知道 跟這八個警員共事一段時間 對他們的容貌外形 特徵有一定的認識 不過說播放到電視的時候 說不知道 不認得 認不出 這樣 真的 你能不能夠接受這些答案 是的 不知道 他說不知道 可能看得不清楚 可能 在CCTV 所以說政府要安裝這麼多CCTV 麻煩你安裝一些高清 不要安裝一些綠色的 綠色的 看上去好像鬼一樣 要認得眼耳口鼻 看得出他們是誰 最好連職員號碼都能拍到 這樣就容易破案 對嗎 即是他拉Zoom過去 連臂毛也看到 那就行了 香港的新聞 真是多話說 Facebook 騙案 是大量 假裝官網 就PM大家 一按連結 就被人偷買 Facebook 大家自己小心 Facebook 就是看東西就算了 有些人會問我 聊天 你問一些正常 我也會回覆你 問廢話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那些是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禮貌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然後你就帶出一個問題 不是 因為其實現在 你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這些是太百搭 如果你叫到我是誰 然後問什麼 有時間我也會回覆你 因為太多人 Facebook 會認識很多不同的人 他們又會用一些不同的手法去騙你 騙你 騙了你的Facebook 那麼 當第三者要求你的密碼 安全號 信用卡 那些資訊 就簽密回覆 這樣提醒大家 當然 一定不會 我又有打劫 男女 在鼓洞被人劫車 失去25萬現金 兩個刀賊 走了 走的時候 真是笨賊 逃走的時候 然後車撞燈柱 人有沒有死到 這樣撞到 車撞到 然後一個被人拘捕了 笨賊 做事真的要冷靜一點 在昨晚9點 男人34歲 報警 和女朋友25歲 被兩個賊 拿著放20厘米的長刀 紙客 拿了錢出來 聽話都給了他25萬 誰知兩個笨賊 開車狂飆走 開車可能緊張 失控 撞到燈柱 再反彈 鏟上對面線行人路 停下 車頭嚴重損毀 擋風玻璃爆裂 路面零件散落地 燈柱被撞到歪了 燈柱又爆了 經過調查 車又撞回來 車上25萬現金 走了 人沒事 但應該也撞傷了 車旁遺下了 一攤血跡 相信兩人撞車的時候就受傷了 怎麼搞得這麼瘋狂流離 一般搶完勝負 馬上跑去便打骨 但他嚴重 他撞車 他貧能 快走 心要定 但我沒理由教人犯案 做賊的心不定是應該的 所以他有這些因果 他說還發現一把連著套的黏刀 更高 更加多的工具 這些賊 現在受傷了 也不知道會不會插著鐵 好像傻強一樣 看看有什麼情況 現在被捕了一個 附近兜截 37歲的男子 捕了一個 報稱不適 可能就是撞車那件 你先走 我慘了 走不動 又捕了一個 瘦身材 這個瘦的 是不是胖的 我走了 不知道什麼人走了 通緝另一個 好 另外看看 灣仔反爆竊 四天 又捕了兩個男人 事前踩線 選一些低設防的目標 打算爆竊 警方把兩個人承之於法隔 企圖爆竊 你不是住在這裡看什麼 很多人白狀 香港人 唉 不知道 我在大陸下來旅遊 不懂就上來參觀一下 人家民房 怎知道下面的大廈 那些沒有山群 進來見識一下 都可以的 任他說 企圖爆竊 看看官判不判你 又是 這些事情真的要捉賊要拿裝 捉奸要在床 另外八鄉有南亞裔的男人 租難途截劫 同鄉 搶了一萬元現金逃走了 自己人夾自己人 昨晚七點半 兩個同鄉 拳打腳踢 搶他身上一萬元現金 途人見到拱的情況 以為別人玩 當然不是玩 打到躺下 那就報警 因為叫救命 這樣 查閉路電視追緝這些兇徒 現在還沒捉到人 嘩 另外指使三個南亞裔的男人 由元朗襲擊和盜竊29歲男子三宗罪被捕 這是背後指使的 這件事被拘捕了 就是在17日 元朗拿車被三個南亞裔毆打 搶了九萬元現金 原來區內拘捕一個29歲姓洪的男子 就是 就是他有份指使 對嗎 對 抓到就可以了 警方破案神速 厲害 做得好就要贊 另外 有很多香港問題 他說人們回大陸工作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 入職人數是少 離職率是高 議員說成效不章 這樣 就是少人來的 已經 來到的都說做一會就不做了 什麼去旅行 現在當 唉 就是 成效不章 看你怎麼搞 議員指成效不章 你建議人在哪裡做工 香港青年 你要搞一個漂亮的 開頭出來 當然是帶些年輕人去美女區 弄一些美好的同事 就算不是的 在東莞附近視察一下 看有沒有復蘇夜經濟 看他們讓他們樂而忘返 也要有錢才行 不是玩了錢也是要回來的 是不是 有整個配套 你不要只介紹一份工作給你 那別人生活呢 去什麼地方才行 有些工作很棒 就介紹別人去那些藝術學院 別人跳舞 那些舞蹈學院 去裡面做什麼都好 做什麼都好 做些記帳也好 收錢也好 什麼都好 多些異性的 那些男生 說回來 很棒啊 這份工作 快點來吧 那就多些人上去 從來這些歷史都是用和親 聯婚 這些絕招 來來去去都可以 你不要說我遲早也是用這個 好招 當然有女兒 什麼都可以 沒有女兒的 沒有女兒的 他們選到 寧願回香港 說港女兒也難受 還要回香港 你想想 整件事安排幾筆周 整件事 人工高 福利好 最好就落地生根 搞定 有些 真是不懂得用 另外說說沙頭角 兩隻狗 兩隻狗 誤踩山豬 是陷阱 中招 外協 在那裡找到十個暴獸器 這些是約束 兩隻狗 真可憐 夾到腳仔 也是新聞 現在是愛護動物 另外 愛護自己身體 元朗村屋男子吊頸 妻子揭發 可惜太遲 67歲姓蔡的叔叔 在公陰路 白沙村的村屋花園 用電線吊頸 真可憐 當場身亡 沒有遺書 老婆發言 凌晨4時44 你說多邪 邪不邪 你說 死屍死時44 就是這個 4時44 凌晨 吊頸 找過這樣的時間 其實她也不想 她不想 這麼巧 另外 男子 來木樹村燒炭 當場不治 很年輕 39歲 真可憐 唉 在屋邨 有公屋 有公屋 住也這樣搞 所以不是上樓 就是無敵的 有些上不了樓 更慘 39歲 搞這樣的事情 又是沒有遺書 現在不寫的了 很多人都不寫 另外 清衣清泉 喬男子 欄杆外 企跳 消防一道 開氣剪戒備 嘩 別說她多少歲 珍惜生命 別這麼衝動 做人 命很寶貴 嘩 走出欄杆外面 嚇死人 撿不撿回來了 又勸她回安全地方 其實她自己也害怕 在欄杆外面 幾樓 嘩 這樣爬出去 跌下去 很痛 頭命也沒有 早上6時48分 搞這樣的事情 今早就是晨早流流 在荃灣 不是 清衣清泉橋 嘩 真的 另外 金子晶 有個內地女子跳海 三個深圳大學生拋水泡 警員跳海救人 嘩 搞這樣的事情 23歲的小妹 這麼小 下來香港旅遊 內地女子和本地男友 在金子晶廣場逗留 因為感情事不開心 親朋友走開 我跳海了 一群青年健壯 馬上拋圈圈 好像玩攤威遊戲 打算套著她 順手報警 警員來得 嘩 看到這樣 搞不定 馬上跳下去 其實那個小妹應該懂得游泳 你想一下 你報警 丟圈圈 警察來 起碼都 快都幾分鐘 久都四十幾分鐘 那些時間 那個人都還在 不懂游泳 十秒都沒有 那女人救得上來 拿石紙包著 那三個年輕人 看到那些記者拍照 還在笑 很開心 不是很開心的 我哥哥 你朋友是跳海的 拋水泡青年 和兩個同學一起 一行三人 在深圳大學讀 大學三年級 就來香港一天 通宵等 等車回深圳 我原來不懂 但是都是內地人 你看看 內地人多於香港人 三個內地大學生 救一個內地女 跳海 一個港男的男朋友 你看看香港的關係 五個人裏面有四個是大陸人 女士主獲救時是痛哭 受訪男生形容 做一個不留名的人 很簡單的事情 覺得自己是英雄 厲害 救人一命 做七級浮屠 他們這些 美女這麼衝動 懂得游泳 23歲 大好前途 不要搞這些事情 珍惜生命 今天新聞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新聞 拜拜